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晒泰国旅行美照,着装清凉元气又少女 巴掌腰大长腿全程抢劲11月23日 演员杨子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泰国旅行的Podlog 照片里,小猴子将自身的青春元气完美展示 每个角度都能看到他的绝美容貌以及火辣身材 每番众人 下图里,小猴子戴着大大的遮阳帽和墨镜 他化着精致的红唇美妆,衣着清凉 看上去元气超足,少女感满意 既然是旅行,小猴子自然是开心到飞起 他对着镜头比剪刀手卖萌,甜甜美美的模样 真是看着都被他的开心价给感染到了 另一个他拍视脚下,小猴子十分霸气地坐在沙发上 他将双手打开放在靠背上,坐姿慵懒随性,可爱又接地气 而且从这个角度看,小猴子真的是又瘦又美啊 瞧瞧这双无处安放的大长腿,着实扬言有目有 画面一转,小猴子又换了一身look 照片中,小猴子仍然戴着遮阳帽,防晒措施做得相当到位啊 而对比上图的休闲look,下面的美照里 小猴子换了一身略微小性感的装扮,经验十足 小猴子穿着粉色高腰小背心搭配同色系长裙 外面则套了一件相遇色的防晒衣 全身都是粉粉嫩嫩,当真是少女心炸裂 小猴子一手拿着手机自拍,一手插着腰对镜凹造型 这不足以握得巴掌腰着实惹隐啊,真的是美番了 小猴子还在海边留下了倩影 下图里,他穿着宽大的白衬衫,里面应该搭配的是泳装 只是咱们的小猴子并没有展示自己的泳装look 不过火辣倩兽的曲线已经十分扬隐了 小猴子赤脚在海滩漫步,他的一双修长眉腿真的是全程抢镜 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小猴子真的是愈发欠瘦,愈发养眼,迷人啦 最后,小猴子还来了一张对脸自拍,可爱得不得了 他比出可爱剪刀手,并将手指放在嘴巴处卖萌 一双大眼睛bling bling的,真的好有少女的感觉啊 真是没想到,小猴子都已经30家了,竟然还同20出头那般可爱灵动,状态保持得太好了 话说,最近小猴子上线营业的频率还蛮高的 除了这次他本人晒出在泰国旅行的plug外 前一天,工作室还跑出了小猴子出席某活动的高清美照 活动当日,小猴子的整体造型广受好评 他以一席中间镂空的黑裙惊艳全场 从前的小猴子给大家的印象多是甜美范儿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然出落成了成熟小女人 而在小猴子换了新的造型团队后 他整个人的成熟魅力也是愈发藏不住 此番的活动lookly,从装发到衣着,都将小猴子的美诠释得淋漓尽致 优雅又不失灵动,性感且靓丽 小猴子真实魅力无限,美爆了 除此以外,活动当日,小猴子还罕见戴上了圆框眼镜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必须要给小猴子的造型师夹鸡腿啦 前不久刚满31岁的小猴子 现在确实是越来越有女人味儿,状态也越来越好 整个人也是明媚到发光 希望小猴子未来继续保持这样的好状态 也期待他下一次的绝美look 杨子成熟自信,散发独特魅力 杨子近期的转变,让人眼前一亮 从前的保守林家妹妹形象,已经逐渐成熟 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在娱乐圈这个美女如云的地方 杨子凭借自己的独特风格,脱颖而出 30岁以后的杨子,风格大变,更加自信 知性,气场越来越强大 他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的改变 更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年龄的积累 更是精力和成长的体现 杨子的善良和努力 让他在演艺圈中备受赞誉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长时间的努力和坚持 我们看到他越来越美丽的外表 更看到他内心的坚韧和自信 他在30岁以后,迎来了全新的开始 拍摄长相思之后 杨子更加沉稳和松弛 这种自信让他更加美丽 自信的女人是最美的 这句话在杨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我们期待杨子未来能够继续保持 这种自信和美丽 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她是我们的白月光 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 希望她未来越来越好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她的魅力 杨子泰国游玩惊艳众人 身材曲线展现完美身材 网友纷纷夸她美 最近有个爆料 可是让咱们这些八卦小能手们热血沸腾啦 没错,没错 就是我们家国民妹妹杨子 最近在泰国度假的事情 别说,这小姑娘一度隐退 原来是为了给自己放个假吗 首先,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杨子,出生在北京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一位实力派女演员 从早期的古装剧《笑装秘史》开始 就展现了她展露头角的演技 而如今,她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影视界的角角者 堪称国民妹妹 这次,杨子不是单枪匹马 带着爸妈一起去泰国玩耍 真是个贴心的好闺蜜 我们都知道,家庭是每个明星的精神支柱 杨子和爸妈的感情一直都是亮点 看她在泰国和父母亲密互动 简直是暖到了我的小心脏 说到泰国,这不仅仅是个度假圣地 还是美食的天堂 杨子在泰国大快朵仪 特别是对一道蓝面情有独钟 听说这是用叠豆花染色的面条 颜色鲜艳,味道鲜美 泰国媒体都报道了她和贪主亲切交流的画面 看来妹子不仅吃得开心,还有一颗亲民的心呢 照片曝光后,网友们纷纷表示 杨子真的是越来越美了 这样低调朴素的穿搭,太有饭了 杨子的造型简直就是度假的时髦代表 黑色上衣搭配牛仔裤和运动鞋 简单又不失时尚感 完全是一个普通旅行者的打扮 头发也是随意扎起来 清爽干净,真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啊 小姑娘欠瘦有力,大长腿简直就是美帝代名词 要知道这身材,可不是天生的饿 她可是付出了不少努力的 据悉,她每天都坚持运动 比如跑步,瑜伽,跳绳等等 还控制饮食,不吃油腻和甜食 多吃蔬果和水分 这种健康生活态度,真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而在泰国,不仅吃得开心,还吃得有营养 她的美食选择,也反映了她的开放和包容心态 愿意尝试不同的风味,体验不同的文化 这种大胆的态度,真是让人敬佩不已 在泰国之行中,养子和父母感情深厚 一起逛寺庙,吃美食,欣赏美景,生活得相当愉快 看着这样的家庭温馨画面,真是让人感到温暖啊 这次的泰国之行不仅仅是放松身心 更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家庭时光 养子不仅在荧幕上是实力演员 还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和幸福的家庭成员 不过,我们可不能知关注美好的一面 有消息称之前养子被泰眉曝光吃蓝面 这次她又吃了什么美食呢 可别说是什么辣到飞起的泰国辣椒酱 要不然她的表情可得让我们捧腹大笑一番 最后,得说一句,养子这样的度假照片 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给粉丝们一个正能量的寄托 她用实际行动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简单,健康,快乐 我们当然希望养子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 能够一直保持这种良好状态 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和正能量 所以说,这次的泰国之行 不仅是养子的度假 也是她向大家传递的一种生活态度 希望她在泰国过得愉快 更期待她未来的精彩表现 你们对这次养子的泰国之行有什么看法呢? 快来留言,一起八卦一下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